请AU简单说一下 什么是协作会议以及协作会议和开放政府的关系吗 协作会议简单来讲 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 在这个集思的过程里面 我们把各个不同的方面的利益关系人 对一个案子里面 他们手上有的事实 他们的感受 这些都加以对齐 把它集中起来 在集中并且聚焦之后 我们就找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某种价值 在这个价值之上 大家就要试着去找出 对双方各方都有好处的一种多盈的一个解法 那这个就是广义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试着找到的解法 并不是一次性的解决某一个人的单独的问题 反而让其他人获得了一个不利或者牺牲 而是说对所有人都至少没有害处 而且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法 请问一下协作会议作为开放政府的途径 是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以及达成什么目标呢 开放政府的核心目标 就是增进政府跟人民之间的互信 以及当然人民不同团体跟不同团体之间的互信 在协作会议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互相不信任 都是来自于对彼此之间看事情的角度的不了解 那我们在一般的会议里面 常常会出现两种状况 一个情况是该来的某一方没有来 通通都是另外一方或两方的朋友们在说话 又或者是说该来的确实都来了 但是却花很多时间在彼此的情绪上面却没有办法对于事实进行确认 所以协作会议的这个好处就是在于说我们每一个角度的人大概只来一个 但是我们又确保尽可能照顾到不同角度的人 在这样讨论的过程里面 大家互相接受了彼此的观点 并且真的融合出一个比本来大家分别想都好的方式 这样子的过程就是重建信任一个相当好的一个途径 我想最具体的成效就是各部会的朋友们看到5000个人联署 或者甚至5000个人威胁要上街头的时候 他们脑里的感觉现在就不是恐惧或者不确定或者是怀疑 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协作会议的方式 有效的让大家知道会吵的朋友们不一定就要发糖 但是呢绝对可以邀进厨房 而且厨房虽然热绝对不会爆炸 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有充足的信心 就事论事的就各部会手上的情况 真实的事情去跟别人进行交谈 而且能够去让来的四五位朋友里面的这个脑里的想法 以及建议具体的进入我们公部门的流程当中 毕竟里面骂得最凶的吵得最凶的这些朋友 很可能是因为他比我们专业啊 所以从他们的角度里面看到的这些事情 我们如果能够把它融入我们公部门的这个流程里 厨房做出来的菜色 当然就是更能够让大家接受了 最主要的变化我想是感受上的 在每个部会我们现在都有开放政府的联络人 这些PO们在他们的专业里面 就不断地累积了去跟五千位不特定的网友 以及可能即将要上街的一些利益关系人 对话的这种能力 在此之前他想到五千人的时候 脑里可能是充满了恐惧 充满了不确定 充满了疑虑 我们讲话他们真的听得懂吗 他们讲话真的有意义吗 但是我们透过协作的这个对焦 我们就发现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真的大家可以平心静气把事情讲清楚 以及第二个常常骂得最凶的这些朋友们 真的比我们专业 也就是说会炒的朋友们不是发糖吃 而是要到厨房里 然后进厨房之后一起做出来的菜色 往往还真的是比较能够让大家满意 我想这个就是感受上最大的差别 谢谢 在协作会议的过程里面 我想各个朋友们对于协作会议常常都会有一些期待 那我也很诚实地说 我们毕竟不是公投法 也就是说五千人的联署 跟就是二十三万人的公投的联署 毕竟它的拘束力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能就行政院里面 行政院能够解释 能够负责 能够严你的部分去提出回应 但是呢不像公投法 我们对立法院对于其他各院 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拘束力 所以我想很多朋友们一开始的这个期待 会是超过我们能够赋予这个会议的拘束力 但是随着一阵子的这个彼此磨合之后 现在感觉上大家在提案的时候 也比较会提一些切实可行的 行政部门相关的案例 那当然公投法也通过了 我们年底也会看到说 在公投法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也有可以用一些协作会议的精神 来把这个预备听证等等的程序 做得更让大家能够满意 我想互信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透明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了什么资料 有什么数据 我们决策的过程是什么 用大家能够看得懂的方式 先让大家知道 我们并不是凭空来到这里的 在这个之前有一段过程 另外就是我们如果在协作会议当中 有提出接下来未来想要做什么 或者大家有什么凝聚的一个做法 那接下来我们说到就必须要做到 这个说到做到的概念就叫做克责 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之后 你可以回去看说 当初承诺的东西有没有做到 当初大家觉得彼此之间有凝聚出来这些价值 有没有被落实 我想协作会议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在一次一次的透明跟克责中间 去激发民间社会对我们的参与的这个意愿 当然这个参与我们还是要尽量照顾到 所谓的寒荣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地方的利益关系人 有各种不同的加入的方法 我们都要去照顾到 但是在我们这边就是透过透明跟克责 来加深彼此的信任 协作会议的各个元件 在这一年来都有许许多多的改善 举例来说一年之前 我们就没有像议题手册这样子的设计 我们一年之前 实际去调动各个部会的业务单位的这个能力 也随着PO的能力的提升 而更能够精准的调动到业务单位的资讯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主持团队也从本来的只有方瑞一个人 慢慢变成很多包含PO都开始具有主持的能力 也就是说随着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强 我们就能够用更精致的方式 更细致的去处理各个议题 这样子的话 整合出来的具体资讯就更有机会 把它融入到接下来公务机关的决策形成的过程 毕竟协作会议不只是让大家来的人知道状况 并且获取共识而已 同样重要的就是后面的这个课则的程序 只要收敛出来的东西 越接近各个部会目前可行的方案 它就越有机会实际真的进入厨房 甚至变成菜单上一道固定的菜色 谢谢 协作会议并不是每一个 就是在协作会议的过程当中 都会进入到课程的部分 因为在概念发展结束之后 都会去思考说哪一个概念会 后续要接轨到哪一个部分 但是常常并不是每一个课程 在接回部会之后 都是比较顺利的状况 确实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 就是好比像说有八千位朋友们连署 要我们把时区改到跟日本跟韩国一样 又有八千位朋友连署说 我们时区还是不要改吧 那我们两边各邀了一位朋友 然后我们透过协作会议 成功地去说服两边说 双方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好比像说台湾的独特性 需要被国际看见 但是这个价值的具体的做法 好比像说改时区 虽然能够博得一时的版面 但是一下子可能 就是某一个政权就可以说 大部分国家里面有不同货币 有不同时区 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这样子这招当然就无效了 所以在我们叫做theorpy 就是说让大家去导正大家观念上面 我想协作会议的功能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当我们收敛到说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在国际上面 如何透过数位治理 如何透过贡献永续发展目标 等等的这些方式 来增强大家的外交上面的 国民外交的意识的时候 确实如果你只看60天之后 就是各部会的综合回应的话 就会发现说 跟本来的施政方针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也就是说 虽然这个方向是大家都认可的 但是有没有因为这个协作会议 而多push一点呢 我们从综合回应里面 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事实上 我们在今年的施政方针的撰写里面 我们就为明年的预算 特别追加了数位治理 跟永续发展的贡献 也就是说他现在真的变成外交部 他的具体的施政方针 但是离我们当时开这个协作会议 已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而且我们目前也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方式 让外交部的朋友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又回去join 然后让所有当时联署的人看到说 虽然等了很久 但是呢 这件事情有一些具体的进展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 在join的界面上面 我们会有一个叫做来监督的单元 在此之前都是一些院列管的重大计划 大家才能够看到他有加减乘出 以及他的执行的这个状况 但是呢 从4月开始 我们就会把各个部会自行列管的计划 像刚刚讲到的外交部的计划 或者是文化部 或者是这个内政部 各种相关的计划 大家都可以看到说 在协作会议之后 这些部自定的计划有哪些改变 或他的执行的项目 有没有多出哪些来 join的来监督的部分 跟提点这部分的互相连结 我想就是下一个阶段 我们把克责这件事情 让大家更容易能够看到的 最主要的一个方向 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 政府各部会的方向 一年只能改一次 改了之后呢 执行还要三个月 才会看到结果 所以呢 即使我们具体执行 具体改了 常常要等半年 甚至一年 当时连署案的朋友们 才能够看到说 啊我们真的造成了改变 所以呢 这个政府的运作节奏 跟民间对于运作节奏 这个磨合 我想也是接下来期待管理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刚刚EU有提到说 协作会它其实会有很多种不同功能 包含治疗也是一种功能 然后我在想 有没有需要说 把各种不同功能 跟大家索清 应该还好吧 对吗 还好 因为太多了 我们影片已经潮湿了 对 对 因为像有些人 就会觉得说 他来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但是其实有时候是一个 收集意见的功能 有时候是治疗 有时候是试 所以不知道说 我们也没有办法预先说 这次一定会产生什么功能 我们只能说 这个过程是透明的 对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需要 让大家知道说 有各种不同的 所以他们未来在期待的时候 可以大概知道 有可能有哪种方法 我不知道 我只是 你也可以啊 试试看啊 如果太多 可以剪掉 没有关系 用不到就用不到 好 那最后一题 就想请问EU 认为 写作会议的这个过程中 大概 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有哪些 是 我们常常讲说 在开放政府联络人的 所谓的技能术里面 最重要的 但是也是公务员 比较难跨部门去运行的 就是转意的技能 主持的技能 跟记录的技能 转意的技能 简单来讲 就是把 只有我才听得懂的 专业术语 变成你也听得懂 你的专业 可能跟我不一样 可能你的专业 在你的专业上 绝对比我强 但是如果你不先把 我实际的状况 听懂的话 你的专业就没有用武之地 我们双方就不能结长补短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对于公部门的施政 其实事务官或者是地位 他们用的是一套语言 但是实际在民间 受到影响的朋友们 也发展了另外一套语言 所以我们在协作会里面 并不是只是 让公部门的语言 让民间听懂 公部门同样也要听懂 民间所使用的语言 这是一个双向的转移的过程 所以在最好的时候 这可以促成一个 新的合作关系的发生 但是即使在执行的 没有非常完善 没有非常完美的时候 至少它也可以 持到一个治疗的功能 就是说大家在脑里 都把对方当成白目 但事实上不是 只是双方的专业语言不一样 这个是转移的部分 我们在主持的部分 当然目的 刚刚已经讲了 是集思跟广义 集思是把大家聚焦到一起 广义是找出 大家都可以解决的方法来 但是当然 同样并不是每一件事情 只要开个四五小时的会议 忽然就可以找到一个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法来 这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状况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在协作会议之后 还会再约甚至四五次的 co-creation 共同创作的这个过程 去把里面的每一个小的环节 都找出对大家有好处 要没有坏处的这个 集思广义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协作会议 我们主持能力再强 可能最多我们能够说的 只是做到所谓的 集中大家的思绪 但这一点也是有好处的 就像刚才说的 这可以促进大家的彼此信任 不会再把彼此当作来乱的 但是呢 在集思之后 到底能够广义到什么程度 这个其实每一次的状况 都不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开了一场会议之后 我们的结论就是 这个题目还要再开五场会议 那这个时候 我们也是必须要去勇于去 把这个主持的这个技术 透过更细的这个切分 去在每一个面向去加以集思广义 这是主持的部分 最后是记录的部分 协作会议 我想跟公布门传统的会议 最大的不同 就是里面大家讲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所用的每一份简报 所有都是以开放为预设 为优先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不特别说这一段不记录 就会记录下来 如果你不特别说 这个简报不公开 我们就会公开 那如果你要编辑 或者你要抽换 那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 所有人在这边讨论 都不是只为自己讨论 而是为未来 所有回来看这个讨论的人 来讨论 就是希望刚才那种 大家彼此互相信任 彼此互相了解 互相聚焦的感受 能够让事后 回过头来追这个协作会议的朋友们 也可以去感受到 那这个部分 就是在时间上面 把它的影响力去拉长 但同样的道理 这个东西也并不是完美的 毕竟你实际 坐在一个会议里面 跟你哪怕是带着VR头盔 重新看一次 这个协作会议 感受毕竟还是不一样 所以这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传递 但是至少 我们可以做到透明 至于这个透明 能不能够说服大家 有更多的信任 来做更多的参与 那这个真的就要看题目 它本身 云不允许 我们对这个 各个不方的利益关系人 去告诉大家说 这件事情真的不一样 这真的是一个不同的讨论方式 那这个状况 我们目前真的是看缘分 就是如果大家这个 积怨已久的话 我们大概没有办法 靠记录的这个原则 就把大家心中的积怨解开 但是至少可以让大家看到 说至少这次沟通 是有诚意的 当然在完美的状况底下 我们这样子 开完一次之后 大家就变好朋友了 之后就可以把这份记录 散发出去 然后大家看到的人 都可以提出具体的贡献来 这是最好的状况 OK 好 好 谢谢